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默默问我 结婚以后 觉得什么时候最幸福呀 我说 一个人无聊发呆的时候 这个星期我就在人生最好的时光里 孩子被大家长带去奶奶家 我工作之外的时间完全属于自己 这是我们婚后的约定 每年都要有点时间 我带孩子出去 给他独处的机会 或者他带孩子出去 让我在家放鸭子 作为责任感满满的成年人 这是我们能想到的 给自己最好的奢侈品 我高中闺蜜木木 刚跟一家人去了趟青海 累得抽死 说一个人出门才是旅行 一家人外出都是工作 结婚生孩子以后 女人不缺吃 不缺穿 不缺热闹 只缺独处的时间 年少读散文 不明白为什么作者要写 愿时光停留未嫁时 难道所有的婚姻都会后悔吗 等自己结婚生子 才明白 与其说后悔 不如说是 丝丝缕缕的怀念 怀念那些 慢慢悠悠 随意浪费的时光 成长 是一个从士兵到将军的过程 背负越来越多的责任 无论你愿不愿意 你都要把一个人 过成一支队伍 你不再是自己 时间被亲人 工作 朋友 熟人瓜分 直到某一天 你见完客户 一个人坐在街边的咖啡馆喝咖啡 才发现 独处 是成年人让生活慢下来的 唯一方法 我认为 只有已婚女人 贪恋独处时光 小山却告诉我说 单身 有另外一种责任 十年前 他母亲去世 父亲搬来 与他同住 父亲年龄越来越大 也越来越像 他的孩子 小山加班回家 稍微晚一点 他就夺命连环空 小山关门看会儿书 他一会儿敲个门 递个橘子进来 一会儿又说 我背不舒服 你帮我看一下 小山家楼下有一个小小的日料店 他常常下班之后 一个人在那儿吃两个鳗鱼手卷 然后再回家给父亲做饭 我爱家人 但当我一个人 细细品味 满于酱汁的咸甜 才觉得生活是自己的 终于不需要考虑任何人的感受 小山如是说 知乎上有一个高赞的问题 为什么有些人开车到家后 会独自坐在车里发呆 网友爱将回答 因为那是一个分界点 推开车门 你就是柴米油盐 是父亲 是儿子 是老公 唯独 不是你自己 在车上静一静 抽一根烟 这个躯体 还属于自己 这个答案 获了一点亿万个赞 很多时候 我们的孤单与不快乐 是因为活得太满 太有目的 在工作中 完成一个又一个的目标 每一分钟都为结果而生 下班的路线精准规划 回家后 做饭 吃饭 收拾碗筷 管孩子学习 偶尔一个人外出 也是外地同学来访 或者闺蜜后院失火 工作 家庭 社交 从一个战场 奔跑到另一个战场 你是男人的太太 孩子的母亲 老板的员工 员工的老板 朋友的闺蜜 可 你自己呢 你到底是谁呢 《知日》杂志上 描述现代日本的年轻人 越来越不快乐的原因 是 他们连娱乐和度假 都工工整整地写入年度计划 任何一项计划的延迟 还有未完成 都会引发自我怀疑和焦虑 休闲度假 成了人生考树的一部分 只有忙中偷闲的独处 还属于自己 独处 是漫无目的的一段时光 却是放下一切 放空自己的最好时光 台湾作家龙应台 多年来 一直保持一个习惯 每天抽点时间出门散步 在家附近的山路上 看花猫兮兮 看花开花落 偶尔呢 约一个可爱的人一起走 但两个人的时候 一半的心 在那个人身上 只有一半的心 在看风景 只有一个人走路 才是和风景之间的 单独私会 美国作家苏罗说 一个人 越是有许多事情 能够放下 他越是富有 但我们的责任 越来越重 能放下的事情 好像越来越少了 即使拥有 但并不觉得安全 放下 却一定惶恐 好在聪明的女人 懂得假装放下 暂时放下 每天为自己 安排一点时间 用于出轨 是与客户见面 之前的十分钟 是孩子睡后的半小时 是在地下车库 坐在车里 在听一首歌 是星期天 一个人看场电影 喝杯咖啡 是坐在草地上 看几页书 作为奢侈品的独处时光 不需要太久太长 过分的奢侈就是浪费 它们应该像精子一样 撒在日常生活的沙粒中 此时 你属于这一时一刻 放下担忧 计划 未来 明天 关掉购物软件 甚至关掉手机 当世界静音 你才能听到 自己内心的声音 这么多年过去 你 还是你 那个十六岁时 被一张摇滚专辑 感动得热泪盈眶的少女 那个拥有一个新玩具 就以为拥有全世界的女孩 在生活被安排的 像石中指针一样 精确的时代 忙中偷闲的独处 是女人的秘密花园 一旦拥有 你就富有 不会再为商店橱窗里的 划衣明包 而心心念念 你知道那些东西 是为了向别人证明 你过得很好 而你真正的奢侈 是手里掌握了 关闭喧嚣世界的 开关 所谓活成自己 不过如此简单 每天留点时间 与风景 音乐 美食 空气 清风 相处 不负时光 不负 责任 跟你分享到这儿 突然想问你一个问题 你是那个能够 享受独处时光的人吗 你是那个 能自己跟自己对话的人吗 其实 说到这儿 有些时候 好像独处时光 变得无比珍贵 还有稀缺 今天的文章分享 希望你喜欢 当然 如果你喜欢这篇文章呢 可以在文末 点赞 留言 或者呢 也可以转发到朋友圈 让更多的朋友 看到这篇文章 如果你也喜欢 夏丰的声音 也欢迎你 关注我的个人 微信公众号 叫做 我是夏丰 愿夏丰的声音 陪伴你入眠 祝你晚安 好梦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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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寂寞还遗憾什么 别人我唱起歌 唱的全都是我 别人的故事听完之后 我会更是我 说还是朋友 只是不尴尬的借口 原谅说原谅是什么 孤单说孤单没资格 离开骗自己骗自作 是因为懦弱 太远了太亮了 我用力呼喊 是我不够勇敢 你也不会回来 多后悔多感伤 多期待再绝望 然而后悔又能怎样 绝望又能怎样 别让我唱情歌 唱完我会难过 灌醉了几杯 吞着眼泪拉扯的枕头 他们都安慰我 唱的多好的歌 不寂寞还遗憾什么 别让我唱情歌 唱的全都是我 别人的故事听完之后 我不会对时不说还想朋友 只是不尴尬的借口 倘若有一天你问我 还有什么话是真的 算了回答的全都不是真的 这点是有关有点 不认带不过 听完之后 坐下来 干扯啊 我认识 不认识